想向您礼尽,正等待着您的教导。 他们都欢喜着信奉并遵循着您的教诲, 而您的教导使他们获得了真正的幸福和永恒的生命。 我们多么渴求听闻您无上智慧的法语, 因为那是人们难描难会的喜乐啊,佛陀啊, 弟子舍利佛再次恳请您宣说这部经吧。 虔诚的舍利佛啊, 因为你三次恭敬的恳请佛陀说法, 所以我决定要宣说, 听好,仔细听好, 仔细地听着, 并且牢牢记在心里。 喂,喂,喂,听到了吗? 听到了, 你看, 佛陀到底要宣说什么开悟之妙法啊? 是啊, 我们不是都已经开悟了吗? 难道还有比我们更高深的开悟之理吗? 这是不是在说我们的开悟是假的吗? 不真实的, 不不不不不不, 绝对没比我们更高深的开悟之理的。 是啊, 对, 我们不相信, 我们走吧, 我们离开这里不要听了。 走了。 走啊, 这怎么回事啊? 这怎么回事啊? 于是, 有五千名比丘, 比丘迷, 男女性众相继的离去。 佛陀, 这。 长老舍利佛啊, 你不必为此而担心。 这些离去的人, 自大傲慢。 心中认为, 已经得到究竟开悟。 如果, 我宣说这开悟之理, 他们会丧失自尊性的。 都不是多余的, 也不是心智卑劣的人。 你们都是真正对佛法信心巩固的人, 请你们, 请你们务必要好好听我说法。 佛所说的法是真实不虚的, 但是很难正确的理解。 所以, 佛就用种种方便, 辟语来阐述这个唯一佛圣的道理。 这个法, 只有佛才能理解, 并且真正彻见实相。 只有佛才能彻底理解佛的教义。 是的, 那是由于佛只是因为一大势因缘而出现在这个世间的。 只是为了一个目的, 为了一件事, 佛才出现在这世间。 如来出现在这世间的一大势因缘, 就是为了启发人们的佛之见, 佛性。 哦? 哦, 就是为了这个缘故, 佛陀才来说法帮助我们开启佛性啊。 如来以一大势因缘出现在世间, 并且开启一切众生, 悟出佛之见。 这所宣说的法啊, 就是圆满究竟的唯一佛生啊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